这是我见过最变态的杀人犯 每次杀人都追求着艺术升级 第一位受害者 实拉到一半就被人活活勒死 连方变完的机会都不给 第二位受害者 像钟摆一样被吊在楼顶上摆来摆去 让人看着都含毛道令 而第三次更是变态 竟然将一对情侣做成了艺术品 连办案多年的刑警都差点脱了 但这还不是最难受的 最难受的是凶手的杀人动机模糊 让警方找不出任何的关联线索 第一位死者名叫周军 是法学院的一位大三学生 虽然为人乍乍乎乎爱凑热闹 但却是出了名的重义气 只要是兄弟出事 他就会第一个冲上去的那种人 而宿舍人都知道他有个习惯 就是只要在学校吸灯后 必定会去厕所大姐一趟 社友还经常开玩笑说 虽然同学都是开玩笑 但是谁又能想到 周军真的死在了厕所里 脖子上有麻绳勒过的痕迹 墙上还有拼命挣扎过的脚印 只可惜 周军是在早上被同学发现的 而中间去厕所的人非常多 现场已被破坏的是毫无线索 刑警台伟找到了宿管阿姨 从他这里了解到 宿舍楼是每晚十点半西灯锁门 锁门后不可能再有人员进来 这也就是说 作案的凶手 确定就是这栋楼里的学生了 然而结论才刚出 一个叫吴涵的学生就跑了过来 报告着说二楼窗户突然坏了 台伟立马赶到二楼 果然发现了被撬坏的窗户 而顺着窗台向下看去 雨台 空调 地面 这简直就是个绿色通道 现在看来 就连校外人员也有作案嫌疑了 警方打听了一位同学 询问周军在外面是否有仇人 或者有经常发生矛盾的死对头 男生摇了摇头 不过下一秒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我昨天晚上好像听见周军在走廊 跟别人说过话 而且还骂了那个人 还骂了谁 好像是方木 方木 这个名字真是在熟悉不过 警局偶尔会有一些棘手的谋杀案 而作案凶手往往十分狡猾 根本不留下丝毫线索 于是在这种胶着之际 总有一个少年自到奋勇 凭借着对凶手的心理描绘 成功帮助警局破获了多起谋杀案 比如有几个女孩被人间杀了 还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摆在了天台上 就在警方毫无头绪时 一个少年突然闯入警局 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不是在强奸这些女人 他是在强奸这种城市 通过多位女性的死亡地点和方式 少年很快描绘出了嫌疑人画像 李懿 犯罪嫌疑人年龄在20到25岁之间 身高在165到170公分左右 具有高中文化 代理 第二 在全市正在失丰的作业队中 寻找一个具有上述特征 第三 在附近乡镇寻找一个高考落马 进城打工 其具有上述条件的人 仅仅是几句话 警方很快就在建筑工地中 抓到了这个极其自卑且变态的犯人 而帮助警方破案的少年 正是法学院的天才学生方木 可虽然方木聪明无比 但他高傲的态度 却是一直不招台伟的待见 因为凡事都要讲究证据 而方木这种靠推理描绘的方式 让台伟总感觉是在投机取巧 这不 两人见面就谁也看不上谁 你在我身上浪费一分钟 凶手 你多想要把万一分钟 这是我的案子 我想怎么搞的 用着你多嘴 台伟也没再废话 询问方木昨晚是否有见过周军 是否有产生过争执 方木说 昨晚我们只是开了个玩笑 周军说要去厕所找女鬼 我祝福了他一句精进人王 他骂了我一句脏话后就结束了 什么脏话 什么 台伟有些无语 不过方木有不在场证明 也确实没什么作案的嫌疑 然而周军的线索还没找到 新的谋杀案又发生了 一个清洁工在清晨打扫卫生室 抬头一看 差点没被吓死过去 清晨的校园里 一具女尸被吊在了楼顶上摆来摆去 可奇怪的是 死者除了脖子上有危痕 身上并没有其他争斗过的痕迹 难道说女人是自己摔下去的吗 就在警方毫无头绪时 一旁的石头却引起了方木注意 石头上有一股淡淡的茶水味 再加上到暗室里蹦见的茶字 以及还未打印完的纸张 方木很快就有了一个初步推断 凶手应该适合死者认识 所以才没有引起对方的警觉 而在女人想打印资料时 对方就打翻水杯 故意见的资料上全是茶字 于是为了晒干纸张 凶手将女人引诱到天台上 最后一推而下 方木推理的不无道理 可是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呢 然而这边还没结束 突然跑来一个保安说又死人了 众人急忙跑到了学校库房 而在这里 一对情侣像蜘蛛网一样被绑在了一起 只是短短两天 三起命案四条人命 凶手到底想干什么呢 与此同时 同宿舍的胖子哭晕在了原地 因为死者是学校里的岛员 更是他一心追求的心中女神 可没想到在安慰的途中 胖子竟说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本来我有机会救他的 可是我却没有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其实昨天晚上 我也在打殷师 原来 昨晚胖子想去找导员表白 不曾想到了打殷师门口 就看见他和另一个男人待在一起 胖子误以为是导员有男朋友 所以就含泪离开了 而当时他也不会知道 这竟然是和导员的最后一次见面 老子 那你应该告诉警察呀 为了安慰胖子 三人从下午聊到了半夜 最后为了弥补胖子的心理 众人决定把导员的剩余工作做完 也算做最后的一次告别 导员有很多学生的借书卡 本来是要帮助学生还回去的 没想到却遇到了这档事 然而就在一张借书卡上 方木却惊讶地发现 上面竟然有所有死者的名字 被勒死的周军和导员 以及库房发现的那一对情侣都在其中 并且卡上不只是有他们 就连身边的社友吴涵 以及方木的女友陈希都在其中 方木察觉出了不对 所有死者都出现在了借书卡上 这绝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巧合 又或者说 凶手是不是在按照借书卡的名字杀人呢 基地班 这是一个所有学生都向往的高阶班级 只要能进入基地班 就相当于有了进入民企的邀请函 如果凶手也曾是其中的一员 却因为某些事情挫败 导致对基地班怀恨在心的话 那杀这些人的动机就说得通了 不过接下来最重要的 不是先找出凶手是谁 而是要保护好卡片上的所有人 所以 这是张死亡技术卡 在话剧《里尔王》中有这么一个情节 小女儿因为家族的纷争 结果要被两个姐姐断手处死 可原本这只是一场学校展演 但没人知道的是 演出时 断手道具竟被换成了针短 台下的方木总有一丝不安 并且是要死人的那种 因为学校里刚刚发生了三起命案 而根据他的推理 凶手是一个理想受挫 并以杀害优秀生为乐趣的变态 所以在高端的基地班中 应该有一位被淘汰过 且性格十分极端的学生 根据这一条线索 警方很快在导师这里 找到了个叫小徐的男生 而这人也确实变态 当警方找到他时 屋里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恐怖海报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有了警方的通告后 学校原本紧张的气氛 瞬间就开始缓和了起来 而一年一度的话剧展也如期进行了 然而就在话剧演出到一半时 局长却突然得到了个噩耗 小徐确实是痛恨基地班 从小作为尖子生的他 却在基地班里处处遭受打击 所以在他被淘汰后 才做了一系列抹黑基地班的事情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几个受害者死亡的时间里 他正在录像厅兼职放电影 根本不可能有作案时间 只可惜啊 我他妈是个废 我也希望 是我把他们杀了 听到这里 台队立马知道事情有些不对 如果说小徐不是凶手 那凶手肯定还隐藏在学校里面 恐怕已经有了新的杀人预谋 与此同时 话剧进展到了斩首的情节 方木也终于察觉出了不对 他急忙拦住了凶手断手 并在刀片落下前的刹那 成功救下了女友陈希 方木顺着凶手方向追了出去 结果在后台厕所中 竟发现了被打晕的室友吴寒 吴寒被急忙送往了医院 而据他所说 原本他才是话剧中的柜子手 可就在临上台前 却被一个人打晕在了厕所里 剩下的就什么也不知道 而陈希应该就是在这时被迷晕 最后被放到了断手台上 还没等几人戏聊 学校的宿管阿姨就走了进来 孙怡是个热心肠 一听到吴寒住院 当即就带着骨头汤看望起了他 而为了不打扰两人聊天 方木和台伟来到走廊说起了一点 首先周军死在厕所里 其次导员晚上加班遇害 那对方肯定也是知道导员的工作安排 所以才能布置一系列的杀人计划 并且这次扮演柜子手杀陈希 那最起码也要知道剧情走向 又或者说 至少是看过彩排的人员 可这样的凶手到底会是谁呢 带着这些疑问 方木独自走到了天台想要散散心 然而就在这时 凶手却从背后悄然靠近 直接就想杀了方木 万万没想到 凶手竟然会是孙怡 而在两人争斗中 孙怡一个不小心狮子 直接从楼顶摔了下去 警方调查了孙怡的房间 果然在这里找到了众多的杀人凶器 并且通过对孙怡调查 台伟终于知道了他的杀人动机 孙怡是一个老实人 却嫁给了一个嗜酒成性 且有家暴倾向的男人 可能通过长时间的悲惨生活 导致孙怡对爱情产生了偏执 所以当他看到周军谈恋爱 胖子追导员 以及情侣私密约会时 这才残忍地杀害了对方 孙怡的死直接结束了案件的继续调查 可是台伟说完后 方木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尤其是那张借书卡名单 难道真的和案件毫无关系吗 第二天 方木找上了孙怡的女儿小凡 小凡虽然人不大 但却十分善良 并且他对方木有种特殊的兄妹情 而也就是在这里 小凡拿出了一份书信 彻底解开了事情的所有真相 这是一封表白信 是孙怡写给吴涵的告白情书 你和我都明白 我们的这种关系是不被允许 这不仅仅是因为你我相差十五岁 也是因为我们都不过是 这个世界上最低贱的 最卑微的两个人 416啊 就那脑震荡 出院了 可正因为此 却是那么的 一人反顾 方木 已经哪了 张神探 这都找你半天了 只是一次短暂的触碰 阿姨就和少年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感 两人虽然相差十五岁 可各自贫困的家庭生活 又让两个卑微的人士越走越近 然而渐渐的 孙怡怕影响吴涵的未来 于是这才写了一封分手情书 将所有情愫都写在了里面 当乱乱没想到 孙怡不敢当面交给吴涵 于是将信封放进了他的英语书里 可吴涵转头就把书还给了图书馆 当他知道里面有信封时 整个人都彻底傻了 等再去图书馆找书时 里面的信封早就不翼而飞了 不过当一个事情缠绕久了 就容易让人陷入到深渊之中 于是吴涵再也按捺不住 终于展开了他的灭口计划 可他怎么也想不到 那封信根本不在别人手中 而是被孙怡的女儿小凡给拿走了 小凡早就知道了两人的事情 所以无法接受到他 这才将信封藏了起来 并且完全没被任何人看过 只可惜的是 当孙怡知道了吴涵杀人后 为了帮他掩埋真相 结果将所有证据都放进了自己屋内 随后假装袭击放幕 实则故意摔死自己 从而替吴涵洗清一系列的杀人嫌疑 而现在 孙怡的死给吴涵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他也根本不想活下去了 吴涵本想邀请大家吃饭 趁机结束所有人的性命 可他也没料到一点 方木竟然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 并且当面拆穿了他 吴涵不服 但他也确实有不服的资本 如果不是孙怡中间露出马脚 那他这一系列的杀人计划 可能还真没人能怀疑到他 如果不是因为孙梅很差一个 你有的看过什么财图什么 神探 英雄 偶像 你真的有在意过我吗 你真的有在意过我的存在吗 吴涵是越说越疯癫 而知道自己活不了的他 当即拔出煤气管就准备点燃 几人争斗了起来 可是除了方木 其他两人完全视之若即 没出几下就被打倒在地 此时台尾终于赶到 这才将吴涵推到了一边 然而煤气管已经被吴涵拿了起来 至此 案件终于是结束了 可是方木之前的一句话 却直接问蒙了台尾 幸好陈希没事 现在只要做的 就是陪人24小时保护陈希 你必须向我保证 你还是不行 行 台尾不敢告诉方木的事 其实他的女友陈希已经死了 在话剧表演上 他并没有真正的阻止吴涵犯罪 而断手台 已经落在了陈希的脖子上 虽然案件是破了 但方木却陷在了自己的泥潭之中 在他的幻想里 陈希并没有死 并且就陪在了他的身边 而这次的心理创伤 让方木再也不敢触碰任何案件了 因为他再也不想面对现实了 男孩第一次送快递 就被女主人热情接近了家里 看着戏长的大美腿 他犹犹豫豫地把快递放在了桌子上 然而都没等开口说话 女人上来就动手动脚 还说着要不要交流一下的言语 男孩哪经历过这事 吓得转头就跑了 然而人总有开窍的时候 当男孩再次回来想交流时 却发现警察包围了住宅 而那个女人已经死了 根据法医的调查 女人实先被迷晕 随后遭到了割喉而亡 可诡异的一点是 旁边有一个杯子 杯中有豆浆和血液的混合物 应该是凶手用来饮血的容器 而从杯子容量判断 凶手至少喝了300毫升的血液 就如吸血鬼一般变态 与此同时 还对根据女人的出行记录 以及家里的快递单号 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头号嫌疑人 正是先前送快递的小哥 可是这小哥什么也不知道 根本提供不了任何有用线索 不过他的话警方根本不信 因为法医传来了一份报告 在受害者的家里 确实发现了小哥的指纹痕迹 台队确信无疑 咬死了小哥就是杀人凶手 然而仅仅是第二天 一切都变了 在市区的商铺中 警方又发现了一具被割喉的女性 通过作案手法来看 跟先前的割喉案是如出一辙 确定是同一个凶手无疑了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 这次在现场 却没找到任何装有血液的容器 难道凶手是不喝血了吗 而原本就十分棘手的案件 现在又被媒体大肆炒作 弄得整个城市都人心惶惶 局长背下了死命令 如果三天之内抓不到凶手 那就立马摘帽滚蛋 面对如此窘迫的局面 台委却给他出了另一个主意 像这种毫无目的的心理犯罪 想要找到内在联系非常困难 不过咱们认识一个心理学高手 想必找他帮忙很快就能破案 局长一听就明白 他说的这人肯定是方木 方木是个天才 不过自从三年前的校园案后 身边惨死的朋友 就给了方木极大冲击 让他根本不敢触碰任何案件 局长不敢打扰方木 怕再次给他造成心理负担 然而眼看凶手还会再次作案 又会有不知道多少女生无辜惨死 台委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当即就把方木抓了过来 仔细听 这是一句重要的破案线索 只是这一句话 就让少年找到了连环杀人案的突破口 因为在三起命案中 有个让警方都束手无策的疑点 在前两位受害者死亡时 身边都会有一个装血的杯子 以供凶手喝血所用 而到了第三起案件 虽然作案手法一致 都是将受害者割喉致死 但现场却唯独没找到装血容器 反而是丢了几万块钱的现金 警方犯了难 那这三起案件是同意凶手所为 还是有人在故意模仿作案呢 如果找不到联系 那就无法进行病案调查 更是给警局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而为了找出关联 台队立即请来了法学院的方木 希望他能通过心理画像 给予点线索 起初方木也有些蒙 也无法确定三起案件的关联 直到第二天吃早饭时 大妈的一句话提醒了他 老板 半斤油条五杯豆浆带走 好嘞 半斤油条五杯豆浆带走 只是一句带走 顿时让方木恍然大悟 他急忙把想法告诉给了台伟 可不巧的是 凶手又杀了第四位受害者 台伟只能边走边听方木的分析 根据方木的分析 凶手每一次的犯罪 都是为了追求更新鲜的血液补给 而之所以第三次会抢钱 是需要足够资金来补充除血设备 由原先的现杀现喝 升级到带回家慢慢品尝 所以接下来的案发现场 肯定会是干净一片 给受害者抽成干湿的那种 然而方木刚说完下一秒就打脸了 这和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都血流成河了 不可能 你自己来看看吧 方木很快赶到了现场 但看着如此血腥的场面 他还是坚称自己的判断不会错 只见方木翻遍了每个衣柜 终于是找到了问题所在 这次凶手的需求再次升级 对于血 太阶不满对于数量 而是提高了质量 所以他要带走更新鲜的血液 懂得什么呢 还有一个北海山 一个孩子 有了确切分析 胎尾急忙就要出去找孩子 然而方木却拦住众人 静短头向天台上跑去 因为案件才发生不久 如果凶手想尽快抽取血液 那一定会找个人少病安全的地方 就比如这片废工厂 就是那儿 希望往早阴暗的地方 按照方木的判断 果然在废工厂里发现了女孩 不过可惜的是 众人来晚了 女孩已经死了 谁的别人 保护天长保护天长 你 以后的别人 你怎么保护天长 保护天长 你还在废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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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废上 古灵症又称吸血鬼病 这是一个全世界都罕见的疾病 只要患上古灵症 身体中的光敏色素 就会极度飙升 如果再和阳光接触 体内就会产生食肉性毒素 最后俯视器官而亡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是患上此症状的人 一般会关联上其他的精神疾病 最常见的就是视血妄想症 可奇怪的是 根据方木的推理 凶手应该是一个 捕灵症患者 所以才会在每次杀人时 刻意喝掉受害者的血液 然而通过对全市医院的搜查 就只找到了一位 有捕灵症状的患者 并且对方已经死了 这就奇怪了 如果凶手没有这类症状 那他又为什么要杀人隐险呢 还没等警方想明白 一个民警突然跑来报案 说他的女儿失踪不见了 而据同行的学生所说 女儿是被一个精壮的男人绑走的 听到这里 方木立马有了新的判断 他对血液的虚球 完全是出在内心的恐惧 这一切都表明 他目前的身体状况是良好的 他以为生隐人险 就可以让自己 不再患上家族遗传绝症 他以为越新鲜的血液 越可以逆转生死 可是他绝对没有病 他犯的 是完完全全的心理罪 方木说了半天 差点没给一旁的局长急死 说来说去 那凶手到底会藏在哪里呢 他对最新鲜的血液虚球度 已经迫在眉睫了 我认为凶手现在 就藏匿在长青北路 附近的一家废弃医院里 正在为新一次的放血精心筹备 但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 取走他自以为的灵丹妙药 所以 我们现在还来得及 有了具体分析 警方很快对一些废弃医院 展开了搜索 与此同时 副队也查到了最新消息 死亡的捕灵症患者名叫马涛 而他竟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名叫马凯 半年前 马凯亲眼看着哥哥惨死 再加上父亲也患有捕灵症 只可惜马凯并不在意 不论是他有没有患上捕灵症 吸食人血都只会加速死亡 而顺着废弃医院检查 警方很快就锁定了马凯的位置 不过就在众人紧张搜索时 方木却拿出了手机 不知道在下载着什么东西 透过医院锅里 众人发现了正在犯罪的马凯 但为了不打草惊蛇 台尾还是决定从窗户突破 快速给予马凯致命一击 然而很可惜 在扭打中 马凯还是挣脱了束缚 一刀就抵住了小女孩的脖子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个婴儿生平空响起 瞬间吸引了马凯全部注意 而对于嗜血如命的他来说 还有什么能比出生的婴儿更新鲜呢 不过当他期待的向外看时 等到的却是方木的无情嘲讽 这绝对是智商最高的连环杀人案 但凡能找到一条线索的人 IC都不会低于180 如果能找到全部线索 建议立刻到警局做好备案 第一位死者名叫屈伟强 是滕大学校颜三的学生 当警方发现他时 已经双手被砍扔在了操场上 不过奇怪的是 屈伟强背部插着一根注射器 但里面却没有任何的残留药物 而昨晚的一场大雨 更是替凶手洗清了犯罪现场 可本以为这起命案够残忍了 没想到屈伟强的女友王茜 也同样死在了公寓里 而他死法更是残忍 不仅是双手双腿 就连头部也被扳了甲 根据法医的检测 王茜是先被凶手勒死后 才进行的分饰 并且肢体左右对调 摆成了一个奇怪的五角形图案 而凶手反侦查力极强 不仅作案后打扫了现场 还通过窗户逃跑避开了所有监控 起初刑局并不想让方木参与调查 因为方木是个天才 却是个极其脆弱的天才 自从三年前的校园惨案发生后 身边惨死的朋友就给了他巨大打击 让他不敢直面内心的过往 可奈何这次死的情侣 竟也都是方木的同窗好友 刑局只能勉强让他协助调查 说不定在快速破案的同时 还能解开方木多年的心结 不过在此之前 刑局还要先争取另一个人的同意 那就是方木的导师乔教授 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乔教授对方木的关心 就真的像对亲儿子一般对待 而当他听说方木要调查时 却直接出了一道问题 如果方木能通过这起案件 分析出凶手的心理画像 那他就答应让方木协助调查 方木想了想说道 屈伟强是足球校队的守门员 球场就是他最大的舞台 而凶手将他双臂砍掉 并重新摆放在了球门口 应该是为了夺取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凶手发自内心的嫉妒 而这嫉妒的来源 或许就出在了女友王倩身上 凶手将王倩之解后重新摆放 这说明他对王倩的身体 有一种重新塑造的渴望 如果将两个案件关联起来 不难发现凶手有情杀的可能性 听完方木的分析 乔教授很是欣慰 于是放心的就把方木交给了刑局 不过当警局调查了王倩背景后 所有人都傻眼了 王倩确实是有个前男友 并且这个前男友占有预计强 只要有其他人靠近王倩 恨不得就把对方暴打一顿 只可惜的是 这个前男友因为打架进了监狱 直到现在都没有放出来 也就是说 众人的方向完全错了 凶手可能跟王倩就毫无关系 也完全没有情杀的动机 可是 这残忍的作案手法又是为什么呢 然而还没等众人缓过神来 新的案件又发生了 一个保洁阿姨死在了医院里 由于被注射了微量的海洛因 所以死亡期间十分安详 让人根本发现不出一点问题 而这个海洛因用量也极其精准 少一点要不了面 多一点就会口吐白沫 完全就是个专业人士才有的手段 而现场唯一诡异的是 明明周围都没有油漆 却在清洁工的鞋上 发现了一滴绿色的油漆物质 而这又代表着什么呢 凶手在女孩体内留下了个人偶 预示着下一个受害者 肯定是与这个人偶有什么关联 然而方木想了半天 却发现历史上 根本没有用人偶做案的信号标志 可就在警方毫无头绪时 小孩的一句话却提醒了台伟 他们要是再啰嗦 我就扒了他们的皮 仅仅是一句玩笑话 却给了台伟莫大的提示 他急忙打给方木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扒皮 爱德华盖恩 爱德华盖恩 是美国一个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 最变态的一次 活活将一个女老板做成了艺术品 人皮做成了灯罩 头骨做成了汤丸 脸皮直接缝合成了恐怖面具 简直就是个变态狂魔 不过这也透露出了另一个信息 那就是下一个受害者 肯定是名女性 并且是和方木有关系的身边女性 有了这一点信息 警方很快对学校暗中封锁 留意起了方木身边每一个人 而且与此同时 为了找出凶手的身份 台伟又调查了最有嫌疑的三个人 第一位是天才学生孟凡哲 可他虽然聪明 却整天泡在图书馆里 完全没有作案的时间 第二位是校长乔教授 不过人到老年的他 每天都开始靠药物维持生命 哪还有作案的能力啊 至于第三位更不可能了 第三位是犯罪学导师托马斯 但整天沉迷夜店的他 除了喝酒就是泡妞 还经常和别人打架起冲突 更不可能有作案时间了 可在台伟临走时 托马斯却说了一句 意味深长的话 托马斯的话让他听得有些懵 不过却让台伟 在后续留意起了方木 而至于今天这个晚上 注定不会太好过 台伟把所有嫌疑人都查了一遍 却没有一个符合作案身份的 然而凶手还没查出 另一遍的受害者又出现了 在清晨的实验室里 警方发现了一具 被扒了皮的女性尸体 最恐怖的是 人皮和肉体分离 被单独缝成了特制的人皮面具 看着都让人头皮发麻 而通过调查发现 这女孩正是方木的 同班同学欣婷婷 还是设有好兄弟的女朋友 并且与之前一样的事 凶手又在现场 留下了新的杀人预告 这次是一个音响 里面播放着一首 黑色星期天的禁忌之歌 方木似乎想到了什么 只见他快速跑到图书馆 查阅起了这首歌的背景信息 而这首歌之所以是禁忌 是因为其压抑的旋律 很容易让人产生抑郁情绪 从而催化对生活的绝望感 那这也就表示着 凶手下一个作案手法 肯定是和催眠有关的谋杀手段 而一说到催眠 方木瞬间想起了一个身边朋友 正是患有强迫症的孟凡哲 如果有谁更容易被催眠 那除了他肯定别无二人了 凶手不是孟凡哲 他是下一个被害者 孟凡哲 孟凡哲 快快 放下来找 放下来找 有着孟凡哲 男孩拼命画着某种图案 成功吸引了一旁方木的注意 而只是一个不留神 男孩就死了 警方很快赶到了案发现场 可这起命案却毫无疑点 完全就是跳楼自杀所致 唯一奇怪的 就是在死者的手机里 找到了一通与方木的通话记录 而且是长达七分钟时间 方木解释说 在他发现凶手要用催眠杀人后 他第一个就想到了好友孟凡哲 不过还没等他联系 凶手就突然主动来电 以居高零下的姿态指挥着他 引导着方木去寻找孟凡哲 一会让他往左 一会又让他往右 就像戏耍着猎物一般 往左一百米 再往右一百米 方向错了 等他赶到凶手说的地点时 就只看到了孟凡哲在这里画着些什么 还没等他看清 孟凡哲转头就自杀了 这次不只是方木 就连台队也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侮辱 而看着眼前新的杀人预告 方木有些接近崩溃 如果不是他的无能 也就不会被凶手可乘之机 更不会害死身边这么多的亲朋好友 台卫想舒缓他的压力 可这时的方木什么也听不进去 完全掉入了凶手挖的深渊里 等台卫走后 方木就拼命画着图案 试图从中找到破案关键 可是不论他怎么画怎么努力 却始终是毫无思路 与此同时 台卫找上了校长乔教授 希望他能给帮忙出出主意 哪怕是挖不出凶手身份 最起码也要保护好下一个受害者 而乔教授确实也有两把刷子 只是过了一遍案件后说道 你们可能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细节 那就是数字 屈尾强是球队一号球员 清洁工死在了二号诊室 同学张瑶扔在了三号涌道 心停停被扒皮在了四号教室 孟凡哲跳楼的横幅 正好写着第五届篮球会 所以凶手的每次杀人 不只是提示了下一起的作案手法 还告诉了一些有关受害者的数字信息 不过至于这些数字身份 恐怕只有方木才能想明白了 而另一边 通过一天的思考摸索 方木也终于破解了凶手的杀人提示 其实孟凡哲的图案是个表象 使他患有自闭症 把自己封锁在迷宫之中的外化表现 真正重要的 是凶手在迷宫之中留下的这颗钉子 犯罪学里有个经典案例 一个名叫雷耶斯亚拉的变态 就经常会用钉子 将女性受害者钉在地板之上 而钉子的最后一颗钉子 必须直插心脏 方木突然是想到了什么 在学校里 一直有位校花追求着他 只可惜方木沉浸在案件中 完全没心思搭理这个女孩 甚至连女孩今晚的告白一事 都不打算参加 而这个女孩是拉拉队的队长 她身上的制服 正好就是六号位 二二三 面对空无一人的球场 女孩大声告白着她的爱情誓言 然而万万没想到 她心爱的男生没有来 来的却是一个杀人狂魔 方木 女孩被凶手摆在地上 随后从包里拿出了锤子和钉子 这次她要模仿的 是一个名叫雷耶斯亚拉的连环杀手 所以每一颗钉子 都会直穿身体的要害 但也就在动手前一秒 方木终于赶过来 站住 索性女孩并无大碍 收到信息的台队也急忙赶到 然而奇怪的是 球场就这一个出口 可是搜寻了半天 凶手却像变魔术一般消失不见了 出于刑警的意识 台尾难免对方木有了些怀疑 于是她询问方木 为什么每次在案发现场 我们从来都没有见到凶手的影子 反而只有你见过对方呢 你说在孟凡折死的时候 你是接到了凶手来电 并且看到对方影子 才赶到现场的 可是我们过去的时候 就只有你一人在场 这次邓灵月被害 又是只有你一个人 你说为什么就这么巧 凶手恰恰只让你一个人看见了 方木解释说 他想用这种方式 来显示他的强大 你也是我的无能 眼看争吵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众人转头研究起了下一个被害者 凶手不只是有钉子和锤子 还留下了一颗牙齿 预示了下起案件的作案手法 然而还没等方木想明白 邓灵月突然发来短信 要约方木在礼堂见面 方木怕他再次遇害 于是活素就赶到了学校礼堂 不过邓灵月并不知道的是 这个礼堂 可是方木人生中最忌讳的境地 三年前 方木的设有吴涵 就是在这里杀害了他的女友陈希 并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痛 以至于从来往后 方木就把自己的世界封闭了起来 在其中幻想出了一个陈希女友 并在心房外住了铜墙铁壁 任凭谁也无法打开 而只是刚一见面 还没等邓灵月开口表白 方木就把他幻想成了陈希 情绪瞬间崩溃 这次就连台伟也不再相信他了 当即就把方木抓回了警局 并扣下了一个杀人罪的帽子 因为在方木的房间中 他们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确定了方木 就是整个连环杀人案的真凶 学校连死了五名受害者 每一个死法都是极其诡异 有的是被肢解 有的是被埋进泳池 更有的被扒皮做成了艺术品 而凶手的这些作案手法 却都是在模仿历史上的变态杀手 甚至连细节都刻画得如出一辙 方木怀疑过三个人 各个都是犯罪学的佼佼者 只有他们才能将案件熟记于心 并将案件完美复原出来 然而经过警方调查 这三人却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 直到台伟发现了方木的异常 终于是想明白了一切 才怀疑了三个有能力的嫌疑人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能够有作案嫌疑的 且具备丰富犯罪学知识的人 还有一个正是眼前的方木 台伟重新梳理案件 将方木带入到了案件之中 结果发现 所有线索竟然完全吻合 在邓灵月被害时 台伟急忙赶到案发现场 却发现除了方木空无一人 而锤子上残留的 也只有方木一个人的指纹而已 如果不是我记得感到那么 是不是邓灵月也要和他们一样 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在孟凡哲跳楼时 竟然和方木有着长达七分钟的通话记录 并且案发现场 也只有方木一人而已 这也就表示着 只有方木才能接近孟凡哲 并实施催眠自杀的手段 如果这些只是推测 那接下来的一个证据 更是证明了方木有杀人嫌疑 在其他受害者死亡的夜里 方木都泡在图书馆通宵找线索 虽然有图书管理员证明 在他锁门时 方木就在里面从未出去过 然而台伟在方木的宿舍里 竟搜出了一把图书馆的钥匙 这也就是说 方木之前的所有不在场证明 瞬间化为了泡影 并且有了大量的作案事件 有了这些线索 台伟已经完全不相信方木 转头就离开了审讯室 可台伟刚离开后 幻想中的女友陈希就走了进来 陈希安慰着方木 让他冷静去按自己的想法思考 千万不要中了凶手的陷阱 有了这一番安慰 方木顿时冷静了下来 也就是此刻 他终于想明白了下一起的作案手法 凶手留下了一颗牙齿 而犯罪学中有关牙齿的经典案例 最出名的 就是一个叫德里奥的变态 德里奥出生在墨西哥 在一次吸毒后被警方成功抓获 不过在审讯过程中 却惨遭警方打光了牙齿 所以在出狱后 他就对警察痛恨在心 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杀人犯罪 最典型的课征 就是将每位受害者的牙齿都拔光了 但是说到这里 方木突然是想到了什么 如果凶手是针对他 以残害他身边朋友为乐趣的话 那他身边就只有一个警察朋友 正是台伟 是台伟 而与此同时 校长乔教授找到了台伟 并果断地说你们判断都错 方木根本就不可能有作案动机 而在学校里 如果说还有人具备作案能力的话 恐怕还真有一个被忽视的人 这人名叫孙普 是乔教授15年前的一位得意学生 孙普在犯罪学上的造化 完全可以用前程似锦来形容 只可惜孙普急于求成 在一次帮警方破案时 误抓了一位不是犯人的犯人 警方要抓的是一个盗窃犯 结果孙普通过心理画像 抓到了一个还未犯罪的杀人犯 之所以还未犯罪 是因为通过对方的心理测血 孙普十分确定 这人以后必会犯下滔天大罪 于是他将错就错 在审讯时将犯人催眠 成功让犯人自首成了替罪羊 换一句话说 孙普为了不丢掉自己的荣誉 故意将为犯罪之人定罪 成功获得了无数鲜花和掌声 然而没过几个月 警方就抓到了真正的盗窃犯 并发现了孙普这欲盖弥彰的定罪手法 孙普被判了两年 等他出狱后 早已失去了身上的荣耀光环 更是找一份工作都费尽 乔教授不忍看他如此 于是便安排了一个图书管理员的职务 图书管理员 对 他叫 心理罪终于迎来了结局时刻 杀人分尸 模仿作案 污蔑陷阱 这一切真相都慢慢浮出了水面 而万万想不到的是 所有操作一切的刽子手 竟然是身边这个温伦尔雅的图书管理员 管理员名叫孙普 原本在犯罪学出类拔萃的他 没想到误入歧途 将一个为犯罪之人送进监狱 从而获得那虚伪的荣誉感 结果可想而知 孙普被判了两年监禁 但出狱后的他却没有丝毫悔改 反而痛骂着社会不公 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惨生活 而为了找到一次翻盘机会 他盯上了方木 盯上了一个人人口中都夸赞的天才 哪怕一臭万年也是臭 如果能彻底计垮方木 那他做的这些杀人案 完全可以载入到犯罪学之中 成为后人的学习案例 至于今天这个晚上 只要到了凌晨三点 将最后一个受害者抬尾杀死 那所有连环案都将告终 孙普将成为新一代的变态杀人魔 而眼看着时间越来越近 孙普却笑不出声了 孙普怎么也想不到 他精心布置的杀人案 竟然输在了这最后一秒上 他询问方木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警局不是将你关押起来了吗 方木解释说 难道只准你有手段吗 你可以在我门口留下五星图案 起初我以为是你的开战宣言 预示着第一位受害者 将会用五芒星杀手的方式处死 但随着每个遇害的地点发现 你是故意用五芒星 作为开端和结尾 来展示着你的艺术化犯罪 所以最后一个地点不难发现 你想收尾的地方 正是学校的图书馆里 而你最引以为傲的隐身术 却没想到 现在进成了我找到线索的突破口 为什么每次一到案发现场 你总能来无影去无踪的消失 更是没有被任何人发现过呢 如果说世界上没有魔法 那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 就是你知道一个 其他人都不知道的绝密通道 这也就能解释通 当孟凡哲失踪时 警方为什么在整个学校里都找不到他 结果第二天 又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学校里 因为他根本就不在表面上 而是在你这精心不治好的防空洞中 可你怎么也不会想到 孟凡哲虽然患有自闭症 容易被你进行催眠自杀 但他也却是个要强的天才 在你对他催眠后 他竟凭借着潜意识 强行记下了防空洞里的每一处路线 并在临死前画在了墙上 暴露了你整个杀人藏人的秘密基地 可是单单杀人还不够 你竟然还狂妄地想栽赃给我 孟凡哲死的时候 你故意拿他手机给我打电话 引导警方向我身上找线索 邓凌悦被害时 你明明知道我能找到线索 也能找到案发的篮球馆 却非要故意在我赶到实在离开 这么做的一切 不过就是为了让警方更加确认我的嫌疑吧 我就感觉特别奇怪 你看他为什么每次都是要 等到你来了才行事 而且只有你看我 没有任何人见到过你 而你为了提供证据 竟然将图书馆钥匙藏在了我的宿舍 彻底毁灭了我的不在场证据 坐实了我就是凶手的证据 但你却想不到一点 其实我也有所准备 当我知道被警方怀疑后 我就找上了社友杜宇 演了一出惊蝉脱鞘的计划 通过你的手段 确实将我现在的警局寸步不移 不过我故意露出破绽 指认杜宇就是下一个被害者 这才成功让警方带我离开的警局 至于后续的配合更加简单 当我们找上杜宇时 他在偷偷拉下电闸 让我成功逃离了警方视线找到你 所以不论是你的杀人手段 还是你的所有预谋 早就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是你彻彻底底的书了 在你眼里 根本就没有生命 没有灵魂 没有其他人 方木终于说完了一切 而此时的孙朴已被心魔缠身 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 于是他自杀了 你有了 案件终于水落石出 孙朴作恶无数却死在了自己手里 可就当方木放出台尾 刚准备离开防空洞时 那时候诡异的黑色星期天又再次响起 而事情 仿佛并没有就此结束 万万没想到 连环杀人案竟然还有惊天反转 当杀人魔都自杀后 事情却还没有就此结束 方木和台尾顺着音乐 一路找到了最后一处密室 而打开门的瞬间 一个老熟人映入眼帘 终于来了 乔教授 这个所有人都忽视的存在 竟然成了整个案件的最终boss 而在接下来的聊天中 众人也终于了解了他的阴谋 事情还要说到三年前的校园案 自从女友晨曦被杀后 方木就把自己封锁在了虚幻世界 任凭谁也无法将他拔出苦海 眼看方木越陷越深 局长和台尾不忍看他如此 于是便找上了乔教授 希望他能收方木为徒 引领方木走出黑暗深渊 乔教授 方木可以不是天才 但绝不容就这么废了 乔教授答应接收了方木 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 他也确实将方木视做爱子 尽心尽力帮他脱离心魔 只可惜 方木的心不是木头板 而是一层厚厚的铜墙铁壁 任凭乔教授如何引导都没起效果 为了能让方木真正走出来 乔教授这才计划下了一盘大气 那就是以毒攻堵 用新的梦魇冲击他的心房 于是乔教授找到孙普 名义上给他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实则就是帮助方木成长的弃子 而孙普一系列的杀人手段 确实给方木造成了不小冲击 不过惋惜的是 方木依然还陷在深渊里 根本不相信女友陈希已经死了 乔教授也不留情 直接击垮了方木最后防线 乔教授知道他不信 于是准备了一个最后手段 只见他按下机关 随着墙壁缓缓转动 竟然将邓灵月放在了闸刀台上 重现了当年陈希死亡时的场景 看到这一幕 方木的回忆不断涌现 那些残忍的片段一股股的冒了出来 不要 全都想起来了吧 自从陈希死后 你受惠于内心所谓的爱情 拘泥于少数人的死亡 失去了对大爱小情的判断 自己变得懦弱 脆弱不堪 为手为脚 方木虽然想起了过去 可这却远远不够 远远达不到一个真正天才的标准 要想成为天才中的天才 就必须杀死你心中的善良 大恶即大善 大善即大恶 天使一定要从地狱里诞生 方木 乔教授给了方木一次选择 再有一分钟 闸刀就会从邓灵月的脖子切过 而唯一阻止的办法 就是开枪杀了他 开枪了 你这个奴夫 开枪 我不是 那你多出来让我看看 多出来让我看看 眼看时间就剩最后几秒 外面的刑警终于爆破了大门 然而当进去时 乔教授已经死了 邓灵月被救了下来 一切事情也终于结束了 可方木却再也高兴不起来 或许就如台词中一样 方木是把双刃剑 如何发挥他的用处 就要看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引导了 乔教授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将孙朴引导到正确的路上 但是这个遗憾 绝不能在方木身上再次出现 别人看不出厉害关系 但乔教授心里明白 如果方木始终抱着幻想活下去 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 他将会变成比孙朴还要罪恶的刽子手 甚至是危害整个社会的安全 而教授的最后一刻 就是教会了方木一个道路 杀人犯就是杀人犯 哪怕是自己亲人也不例外 曾经如果不是方木情感用事 先排除了好友吴寒嫌疑 那就不会助长吴寒后续的杀人计划 更不会惨死更多的受害者 包括这次也是一样 方木其实早就怀疑了乔教授 可他却将感情凌驾于线索之上 再次排除了乔教授的嫌疑 而如果因为某些事情同情杀人犯 那这就是在消耗你对无辜者的善良 乔教授固然是个极端分子 但好在他用性命唤醒了方木 唤醒了一个不会危害社会 不会走向更极端的刽子手 我还是给你带来看看 那这就是在中国教授的 我还是要给你带来到4个月 没有带来到4个月 如果我看到了4个月 比较好 我还是要去